台鐵的這個情色趴發生之後呢 很多人在這個情色趴之前 根本不曉得說 原來可以包下一節的車廂這樣租法的 但是呢一聽到 原來這個租了以後 竟然去給人家開情色趴 這觀感就不對 就沒有人敢做了 那麼這樣是不是影響以後的出租率呢 因為大家就想說 這個車廂以前在幹什麼裡面 亂七八糟的 所以不想做 造成了大家觀感變差 也不敢租台鐵正式的公告 要積極的蒐證所謂的出租率 對這個主賢來求償了 情色趴越演越烈 讓全台唯一的客廳車形象大受影響 台鐵大動作發布聲明 表示會積極蒐證 向蔡信男子求償 覺得有點髒 應該就不會吧 為什麼 就不需要 平均一個月可以租出去一次 現在客廳車罰人問津 據竹男清潔人員透露 當時清理車廂的是外包廠商 在新竹上想清理時 就發現車門被反鎖 因為他在新竹的時候就過來 蒙色調 你就是要趕快看著裡面有什麼狀況 台鐵也緊急修正租用契約 表明不能在列車上從事步法 還有違反善良風俗的活動 而且車門不能反鎖 窗戶也只能全程禁止拉上 只要違反規定 就移送法辦 痛批台鐵反應慢半拍 客廳車因為裝備齊全 1991年前總統李登輝環島旅行時 就是當時的總統交易廳 只是騎日總統客廳車 現在跟琴瑟趴畫上等號 實在難堪 中文新聞彭世銘 陳軍順 杜利林 台北新竹 採訪我到